又來到高明頂的時段 我再重新一次這個Beta版的測試中 今天我們不做Live 做錄播 我都不怕坦白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以這個直播級數來說 我們的設備還未到達 我們將會升級到直播的設備是OK 但現在不行呢 我都看了很多Facebook的留言 我們在YouTube上有說 我們收音還差一點 我們用錄播的方法 收音會好一點 現在暫時都是用著錄播 希望將來的設備升級了 我們慢慢逐步逐步可以 設備達到Live 大家聽都聽 舒服的水平 好像有一次我們一來斷了幾次線 做直播 搞到沒有人看 我們三個空流流自己說 那就無謂了 再加上真的聽得不好是辛苦的 完全明白 不要說不多人聽 有一個聽得辛苦都不OK 說真的 如果有一個聽得辛苦不OK 不如不要做 現在希望大家的音質會覺得 暫時OK 滿意先 好啦 回回正題 今天就講獅子山精神 為什麼會講獅子山精神呢 事緣最近又有人講起 其實一直都有人講 最近又多人講 其中一篇是蘋果的文 張宗永寫的 講獅子山精神罷 都有講一些內容 阿孫柏文和黃拔 阿Peter都有在他們的專欄回應過 但是呢 今天就請不到他們上來 大家都忙 所以我一個人講 既然我們叫你做獅子山學會 唯有有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要回應 我一講一下究竟 現在我們認為的獅子山精神是什麼 還有大家對獅子山精神的看法 有哪一道會有落差 譬如說這篇文來計 這篇文說的獅子山精神 就是很典型一般 認知的獅子山精神 我再讀一篇文 就講獅子山下這首歌 是他們的心聲 今天他們時下 年輕人那時候 總是銀鐵不成鋼 覺得他們和大陸同年紀 都比不上 例如我們把年輕人 找工作的能力分為上、中、下、三等 上等、超等 可以在東京、上海、紐約 找工 只有一小部份人願意上深圳跑數 其實我們一方面 不可以不讓別人富起來 另一方面也要接受 香港追求的經濟模式 已經不是三十年前那一隻 香港人的組合 已經和過往大大不同了 要另一匹途徑 對於他們來說 獅子山精神大概和大家聽過 那首獅子山下的想法差不多 獅子山精神 香港人很拼命 很勤力 任勞任怨 剛巧有香港這個地方 獅子山下 讓大家去同舟共濟 發展經濟 不要怨 不要抹怨 但我們的看法有少少不同 是否真的博就代表獅子山精神 是否肯捱就是獅子山精神 現在是輕說勿忘初鬆 為何會有獅子山精神 那些地方開廠 那些叫山寨廠 為何會來這裡 你要問這個問題 獅子山是否資源特別豐富 是否有石油 是否有天然資源 是否土地特別肥沃耳耕田 是否獅子山在高樓大廈特別簡單 打一條莊都打短些 是否獅子山下人潔地靈 是否有鑽石山 是否有鑽石汁呢 那又好像不是 不要說獅子山 那時候 剛剛湧的人來香港的時候 基本上香港是一個很貧窮的地方 那為何那些人要這麼貧窮的地方 還要湧過來呢 其實只不過是勿忘初衷 因為當初 比起獅子山 有另一個地方 更加不容易居住 環境更加艱難 因為他們 甚至乎連生命 兩餐三餐都不計 唯有 不顧性命 攀山攀水 可能游水過來的時候 會浸到 可能攀山攀水的時候 會跌死了 就算有死亡的代價都要過來 這才是獅子山精神的重點 因為你看獅子山精神 你不可以只看著獅子山 其實獅子山是沒有東西的 為何會墜居在這裏 因為有一個前轉 就是那裏不能住 我們要走 來到這裏 OK 有一個平台 我當時不叫平台 有一個地方 讓大家聚腳 又有藥干 程度的自由 讓大家可以在這裏發展 這才是獅子山精神 類似 你看星球大戰 一開始又看最後的結局 那你是看不明白究竟是什麽 你一定要看前轉才知道 那獅子山精神的前轉就是 在別人的地方是受不了的 要走路走過來這裏 我們才求到生 謀到生 所以結論就是 其實不是什麽勤力 你數回全世界 其實沒有幾多民族很勤力 真的沒有幾多 香港可能是其中一個 其實大部份的民族 都是不想那麽勤力的 勤力是為勢所迫的 那獅子山精神 其實都不是什麽勤勤力 在這裏有一個地方可以謀到生 那裏不行就走過來 那你怎麽再演繹獅子山精神 就是 如果好像文章這位作者這樣說 張生說 香港這裏不行了 不夠大陸人來了 或者要去大灣區 那貫徹獅子山精神 那便找一個自己有謀生能力的地方 不一定要留在這裏 就是這麽簡單 那